今次的MV這個故事 其實靈感來源是來自我自己一個很喜歡看的電影 就是Maze Runner 今次的MV其實有一種好事想和他致敬 以及是一個參考源自於他的開場 所以今次我自己的MV就沿用了這個開場 之後這個升降機升上去地面之後 就去了一個荒廢了一個很荒蕪的罕災的沙漠 大家都一齊為了爭這枝水 去顯現出究竟不同人性的決定 以及一個究竟你想作出一些甚麼選擇 這首歌的故事其實就是 比喻大家為求擁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去競爭去比賽 但其實最終不一定要贏別人 其實很多時候除了你應該和自己比較 或者是贏自己之餘 其實很大機會很多時候是可以一起贏的 可以大家一起擁有一個很好的成果 可以分享的 所以今次MV的故事是想帶出這個訊息 這次是第一次自己做導演 其實是一個很驚慌的一次體驗 因為沒想過自己要參與的部分有那麼多 以往我本身本身預期做導演就是 可能要想MV的故事 然後想大家穿甚麼衣服 就是一個很片面的一個設計的概念 但是今次King Kong之外就發覺原來有很多東西都要顧的 除了要顧個Story Line之外 可能還要顧一些幕後製作的 就是可能一個拍MV的run down 或者可能有時我們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就要一起想究竟怎樣去調一些拍攝的次序 甚至其實可能演員的演繹方法 或者他們的情緒其實都 導演是很有責任去說 很有責任去主導這件事 那今次是一個很驚慌的一次的經歷來的 因為就發覺原來自己有很多東西都不懂 就是可能在幕後那方面 可能管理方面其實有很多東西自己都不懂 要別人去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清職的導演 反而是 絕對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今次如果自己說是這個MV的導演的時候 就變相好像今次這個MV的好愚懷 是100%完全是由自己去造成 所以自己由Day1開始都很想確認 今次的MV的質素是好 或者他想表達的故事 是跟King Kong本身的歌詞是很升的 那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壓力來源 都是一個質素很愚懷 是 King Kong的MV是我自己第一次分開了兩天拍的 因為拍的…拍的東西就太多了 還有 今次Story Line和跳舞的比例 比起以往都是多很多 所以今次一定要用兩天的時間 而每一天的時間是10…3… 每一天…2天加起來是接近40個小時 接近 但是… 以往通常最多… 自己Solo的MV最多都是20多 所以今次是一個時間最長的拍攝MV 還有…也是一個最… 累的拍攝MV 因為… 拍… 開拍這個MV之前就是在拍劇 之後就連續拍兩天這個MV 但是兩天這個MV中間就隔著了一個… 工作的Event 還有… 今天現在拍完Day2的MV之後呢 第二天就要再拍劇 拍日之後呢 再第二天一天再去做第二樣的工作 所以… 中間可能… 整體是… 就是可能睡三個小時這樣 那所以… 呃… 休息時間是… 也是最少的一次 那所以都是一個… 破紀錄的一個MV來的 Event 就是MV上面的造型呢 是… 史上自己 史上最骯髒邋賊啦 啊… 最不收蝙蝠啦 也是… 對我的standard來講是一個… 很大膽的挑戰 因為我平時通常都是穿長袖啊 呃… 就算只有兩件Layer已經是… 算少的了 就是平時應該是搭上搭的 或者… 一定是長袖居多 或者西裝居多 那希望大家都看到 會覺得是… 和以往… 呃… 跳唱的Anson Lo的造型 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嘛 這次… 其實… 呃… 很開心因為在這隻MV裡面 是有些動作的場合 一些沒有打的場合 而… 今次試過的動作 也是… 之前在演戲裡面沒有試過的 因為… 講到沒有打的場合 如果講到對上一次 就應該是… 呃… 上年… 排… 拍攝《搞舞女團》 這個電影的時候 那次其實學了很多一些 和功夫 踢腿是有關的東西的了 那次 那次… 以往自己可能是會預約酒店 又或者用廠景都試過的 但今次就用了一個Technology 是叫Virtual Set Virtual Background 在這個Virtual的世界裏面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甚至是它的空間感、大小 和背後物件的距離 都可以自由去調節 這是一個很大的自由度 但其實它的困難絕對不給實景少 因為其實今次拍這兩天 都遇過最大的困難就是 突然間可能是連接上有阻滯 變相我們用了很多時間 可能每轉一次設定 可能用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的時間 再重新設定 就是一個很time consuming的方法去拍MV 但我覺得今次用新的方法 我拍是一個很有趣的嘗試 因為是可以用到一些場景 是腦海裏面構思到 但可能在香港現實生活當中 未必會擁有的場景 所以當是一個 一個不存在未知的世界裏面 去進行King Kong的Story Line 他們已經是一個也是一個 那些人 不太迅速 對比你更好 我會知道 我們會看看